陆尘抱了抱拳 说道 那就后悔有期了 后悔有期 老人打了个道号 言罢 陆尘驾驭御风车 绝尘而去 当陆尘离开树西之后 远方某处 两道人影相继闪过 见到老者 神色上有着极度的恭敬 属下参见阁老 若是陆尘在此 定会因此二人的表情 而目瞪口呆 原因无他 只因这二人的修为 与老者看似不相上下 但语气上 却是有着下人 见到主人的尊敬 老人微微点了点头 说 什么急事这么急啊 赶到这里来找我 其中一个国字脸修士 迅速回答道 哦 回哥老 五宗三祖家主 到了通合星 求见哥老 哦 老人皱了皱眉 想了一想 玄机笑道 这么快 看来有人忍不住了 两名修士没有说话 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老人说道 我去办些事 你们回去告诉他们 老夫有要事不能赶回 能拖就拖吧 两人不已有他 闻言之下 想都不想便要离去 还没离开 老人突然叫抓人 道 哎 小汤 你等等 那名国字脸修士 闻声顿重 转身功礼 哦 哥老 有何吩咐 老人笑了笑 说 哎 你去查一查 赤炼宗周云的御风车 现在还在店里没有 要是没有 问问在何人身上 是 那国字脸的修士 眼神闪过一抹疑惑 暗道 葛老 今天怎么了 查一件几品灵气干什么 带着些许不屑 国字脸修士 远顿而去 片刻后 老人望着陆臣离开的方向 发了会呆 跟着 摇头叹了口气 整个人连动都没动 便诡异的消失在原地 神魔星 朱家铺子的后院 砰 一阵阵杯子被摔在地上 七零八落的声音 从朱真的香锅中响起 混蛋 周长君 你这个晚安复义的东西 邓小姐跟你没完 床间中 朱真瘫软在床上 发了疯似的哭喊着 那蓬头垢面的模样 哪还像一个堂堂 朱家三小姐 如今的朱真 已经不复往昔 娇艳本色 披头散发 面容憔悴 通红的双眼边缘 因为半年来的哭泣 出现了大量的皱纹 而那张曾经让 无数幻尘星 与年轻一辈俊才 为之疯狂的小脸 也受干到了 没有半点光彩 没有了原因 完全变成了一个 普通人的朱真 简直比死还要难受 而最让他 气不成声的是 自打自己双腿被废 法律尽失以后 周长俊对他 便不再有兴趣了 原因无他 身为修士 周长俊知道 自己还有大把的兽缘 只要按部就班的修炼 就不会死 但是朱真呢 浑厚的真缘一毁 容颜日渐蹉跎 短短半年 好像老了十几岁 发色干枯 翘面生出皱纹 这些都是衰老的迹象 起初周长俊 还偷偷地看过 朱真两次 是因为 他还能给朱家 提供线索 可当周朱皇三家 与天妖林失利后 周长俊 便没有了资本 而他辗转思考了一阵后 迅速做出了 远离朱家的决定 到后来 更是无情地传讯朱真 与他一刀两断 周长俊 不怕朱真 把自己二人的糗事 说出去 那样 对朱平斯的大忌 没有好处 毕竟这牵扯到 武林破明珠 抢夺的原委 不管是周家 朱家 还是皇家 都不愿把这事提出来 让众仙玉的人 当成笑柄 周长俊 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自己的父亲 成为先将之后 能够后代下自己 传为不可能 总也得让自己 在赤练宗 有个好的地位吧 然而周长俊 想错了 大错特错 朱真受不了了 整天闷在铺子里 被禁足不说 每每到夜里 都会感觉到寒冷 交迫恐惧 这是凡人才有的情绪 朱真自打生出来以来 从没体会到 更恐怖的是 他一想到再过多少年 自己就要撒手 人寰 那般恐惧的心情 根本不是修真人事 能够体会得到的 朱乐 沉默不语地 坐在八仙桌旁 把吓得发抖的吓人 轰退后 叹了口气的 唉 震儿 你现在明白了吧 周长俊 明白着就想抛弃你 自从上一次 武林破明珠 诡异消失之后 周长俊 时常逃避我们朱家 这说明 他知道 我周家 没有了利用价值 不想与我等为伍 说到后来 朱乐 与生 指住 盯着朱真 朱真猛然间 抬起头 怒急返笑的 我明白了 二哥 这次来 怕是父亲 让你过来的吧 是想 让我当众说出 我跟周长俊的事 想让周家 也背上这个黑锅 真是我的好父亲 把女儿的明节 抛在脑后 只为了他的 不是爸也 真儿 朱乐 怨怨的瞪了 朱真一眼道 你还不明白 天妖近半年来 对我吃脸 从各处气坊 进行打压 目的就是 向我朱家施压 想让你亲口 把这件事说出去 没错 吴浩的确够狠 但有什么办法 你要是不站出来 朱家就真的完了 那我站出来呢 朱真满是不屑 与绝望的表情 朱乐说 你站出来 周家周长俊 必定会承担责任 虽然此际 那鱼死网破 但周家也难掌大权 最多两家都有责任 而中理堂 只负责旷市收购 烟气还要靠我 朱周两家 朱家 还有喘息的机会 朱真文言 沉默不语了 一想到周长俊的绝情 朱真终于咬着银牙 点了点头的 好 反正我朱真 已经是一个废人 与其活着受尽折磨和耻笑 不如就跟他周家拼了 二哥 我跟你去 出了上古神魔战场 陆尘打算绕路回赤水别院 时隔一年 发生多少事 陆尘也不敢肯定 看时间 想必云脑的杨博 应该回来了 带着小小的兴奋心情 陆尘准备给绿豆拔煞后 去新元星看一看 想到这里 陆尘取出了传讯玉牌 果不其然 海量的船音在神石进入传讯玉牌后 马上涌入石海 老大 我们到了 真是好地方 天地灵气浓郁到这般地步 很快我就能向着分神奇进发了 庄文员那熟悉的大嗓门率先响起 陆尘 我是南星辰 我们都在新元星 南星辰也到了 语气当中有着狂喜的意思 这在陆尘的意料当中 很早的时候 他就跟庄文员混在一起了 九连圣宗大弟子 他的炼丹本领不小 小小陈尘 陆尘嘴巴张得老大 心里恶汉不止 按道 这谁啊 这么恶心 仔细寻思了一番 陆尘顿时心里打错 不是樊云纳斯吧 听这口气 前玉门也就这位古奶奶能够想出如此害人的称呼了 小陈尘 你呀咋不去死 火人 下一条是寄宝的 陆尘 快快 我要矿石啊 我要去谱啊 别跟我说你没有啊 地基性简直太好了 还没等发出感慨 几个让陆尘无比暖心的传音同时涌现 老王 你在哪 四哥想死你了 老王 我是老大 你二哥 三姐 还有老四都到了 陆尘看着传音 好一阵子心虚激动 这些人也有很久没见了 回想当初在先元星经历的种种 每一个都是自己真心的朋友 那段日子虽然危机重重 可过程中建立的友谊 却是让人无法忘怀 并极其珍贵的 云老和杨博带来的人不少 除了骆兴岩 铁山 徐靖 沐元清 庄文元 南兴臣 纪宝 范云之外 还有铁山的夫人 湘玉兰 另外 让陆尘出乎意料的是 蓝殿霸王龙一族 蓝猛 蓝元 蓝青 也到了 整整十二人 也不知道这些班底 是以什么形式选出来的 总之 实力最低是出窍去 最高的 像蓝殿霸王龙一族三人 都达到了分神期 尤其是蓝青 更是分神后期 马上接近合体期修为 陆尘心中痒痒的 恨不得马上回到新元星 跟一群好友见上一面 可当他想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 绿斗的传讯 让陆尘争了一争 小子 吃点钟要召开宗族大会 老夫不想看见他们 你带我去吧 啊 陆尘眼睛一瞪 心里气得知骂娘 这老头 太不地道了 帮你做了不少事了 你还得我找麻烦 吃点宗宗会 跟道爷有毛关系 再说 我一个四童 去干什么 懊恼的付肥了几句 陆尘沉思一番 突然乐了起来 盘算盘算时间 五号可能已经开始办事了 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想到这里 陆尘打消了马上回新元星的想法 维音问道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很久 绿斗急切地回到 哎 小子 你回来了 哎呦 快就是今天 马上就开始了 你要是不回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好 我过去 陆尘笑着 收起了传讯玉牌 按道 看来 朱家已经顶不住压力了 哎 多亏回来得及时 不然 一场好戏 就白白错过了 接下来 也不用往下看了 连续几个传讯 除了周长杰 就是朱然的 都是问自己 在哪里的传音 于是乎 陆尘系起预风车 在金光包裹之下 朝着赤炼宗的赤炼风赶去 虚日下 光芒万道 炫目的火红太阳 仿佛高高的悬挂在赤炼风顶 那赤炼耀眼的光芒 把赤炼风照耀得犹如金色圣山般宏伟 雄伟的风鸾 处处响彻着金歌敲击的翠响 一声声传荡开来 不绝于耳 秦山之中 一团团冲天的火光 缭绕而起 正如那百花于春之际 大有争相夺放的气势 远一远行来 看着那无数座气方动腹 辛勤苦练的场面 陆尘不断的大点齐头 赤炼宗 饶氏内部分崩瓦解 也并非图具虚名 上位者夺权争士 跟下位者却无甚干系 若是绿豆能够收回大权 重掌赤炼风 想必用不了多久 又是众仙玉一座最大的炼器仙山了 带着激昂的心情 陆尘并不需要传报 直接飞到封顶 于赤炼宗大殿外停下 大殿门口 两旁守卫 各有数十赤裸上身的精壮汉子 各个是合体器修饰 见到陆尘到来 他们并不认得 可当他们看到那件 法宝御风车时 皆是露出尊敬的表情 这是一个头领模样的修摩者 跑了过来 恭恭敬敬的施礼道 义护大人 总理三老 猪堂主 猪堂主 都在里边等着呢 好 我自己进去 陆尘点了点头 大步的向殿内行去 进得大殿 宗会还没开始 但是殿内的气氛 已经开始压抑起来 陆尘还是首次见到 赤练宗的中礼堂三位老人 三人正坐在殿中守卫 并肩盘坐 眉宇间有着如出一辙的忧愁之色 想是应该为最近的事而烦心吧 大殿左侧是周家人 周云 周长杰 周长骏父子三人 以及家里请来的三个杜杰 其贴身侍卫都在其中 大殿的右侧就是朱家人了 朱平思 朱燃 朱乐 不出意外的 还有朱真 诶 朱长杰的断臂好了 朱燃也病愈了 看来这两个小子又生龙活虎了 朱家的身后没什么高手 可能是在天摇林都死绝了吧 陆尘心里明镜似的 什么事他都知道 就是没人知道这一切都是他暗中挑起来的 周云和朱平思 陆尘也是头一次见过 看着那争容的面孔 想也是经历沧桑之辈 明明有着强大的压力在身 仍旧保持着稳恋的神情 仿佛一方霸主 用眼角的余光扫过这几家人 陆尘心里想笑却不敢出声 只能强忍着笑意踏出正殿 到的殿内 陆尘弯腰攻身 给众人施礼 属下玉湖 见过三位长老 见过周堂主 朱堂主 随后 老实巴交的站在了殿内最末的位置 低着头 跟一个下人似的 没什么区别 尽管现在谁都明白 玉湖在绿豆身边的分量 但是 在宗会这种大场面下 地位的尊卑 还是要表现出来的 玉湖的身份近乎于下人 连周家带来的高手都不如 当然 没有资格在殿内议事 然而 绿豆名言 让他带自己出席 也不能太过唐突 只见陆尘规规矩矩的站在末尾 钟李三老 即便再看不上陆尘这个人 也是不由点了点头 露出一丝赞许 毕竟 人家还是知道轻重的 周云朱平思倒是另外一番想法 一看陆尘中规中矩的模样 站到了那个位置上 顿时受不了了 这两人的后路 几乎全让陆尘给断了 巴不得找机会 跟陆尘亲近一番 以示自己的友好 现状之下 朱平思抢先出声 说 三位长老啊 周师兄 玉湖虽然是个下人 可近年来 师父他老人家也全靠了他来照顾 尤其他还不顾危险 在上古神魔战场为师尊奔走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不如破个例 赐他一袭吧